至於在高雄這裡 今天開始 如果有在中央系統 預約要打AZ疫苗的55歲民眾呢 接下來都可以打這個疫苗了 那預計在22號以前要打完9萬人 而昨天正式加入大型接種站行列的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今天現場有彩蛋 背景特別播放五月天 一個劉若瑩的歌曲 那我們也問來到現場 打疫苗的民眾會不會擔心副作用 大家都是抱持平常心面對 而且觀念非常的正確 他們認為在疫情當前 不挑場牌 有得打就趕緊來打 五月天暖心歌聲回盪在場館 像是在為臺灣打氣 舒緩民眾緊張心情 多組歌手 齊心現身 這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第二天的彩蛋 帶著預約單依次進場 高雄十六號起開打 由中央系統有預約AZ 疫苗的首波民眾 一早陸續報導 都是一收到通知 就趕緊上網預約 高雄市疫苗覆蓋率 目前已達到百分之二十點六 希望在七月底 可以再增加百分之十 而預計到二十二號為止 要完成有預約的九萬人施打 今天預約的部分有兩千兩百四十四位 我們採用輸送帶方式 我們醫護人也不動 由民眾 由接種的民眾來移動 他比較快速 比較適合大量的申請的接種 疫苗施打年齡廠牌都正式換軌 高雄市大型接種站 每天都有不同的彩蛋 要繼續裂拼疫苗覆蓋率再往上提升 華視新聞 曹星徐晶一 高雄報導